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神秘的族群 灯人 灯人有自己的语言 没有文字 早期靠节省或刻目济世 生活在深山老林里 过着刀根火重的原始社会生活 灯人的历史文化形态 包存在他们举手投足和日月耕作间 灯人独特的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 从其服饰上可见一般 男子上身一般穿无领无袖长短衫 多为白色或黑色 下身着遮羞布 女子上衣只有彩纹 短肌胸部 腰部弹路 下着筒裙 筒裙多用彩格布制作 分长短两种 长褶至脚面 短裙至膝像 长短并穿 长在里 短在外 男女均习惯用大披肩和胯包 纺织是灯人妇女与生俱来的本领 只需简单的工具 灯人妇女就能制作出一件件精美的服装 本亚阿婆是灯人村里制作灯服的行家 利用几根木棍 仿现在她手里飞快的来回穿梭 精味香蕉 仿佛活泪一般 简单的彩线改头换面 成了精致的图案 胯包 短挂 灯人的服饰就是这样制作出来 山凡旧简 将自然的灵气保留在生活里 保留在独特的服饰文化里 历史的长河奔腾流走 告别捕鱼打猎 刀根火种 原始崇拜的生活后 灯人文化融入现代文明 以新的方式传承文化 拥抱未来 传统的灯服 充分融合了 藏汉服饰的特点 色彩奔放 却又能与农耕文明契合 今天 灯人服饰制作技艺 已列入自制区籍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灯人的传统文化 在质朴的手工中得以延续 但生活变迁 文化融合等不可避免的因素 也让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 面临发展窘境 本亚阿婆是下查于沙穹村最年长的 传统灯服制作传承者 也是自制区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他曾参加首届 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 赢得了中外游客的一致点赞 不同于制作灯服的游刃有余 每当谈到年轻一辈 对灯服手工制作的继承 阿婆脸上总会闪现出忧虑的神色 传统灯服的制作 是传统灯扒文化的重要方式之一 比起这些延续了几百年的历史 年轻灯人更热衷新鲜刺激的外来文化 一个苹果手机 一株台球似乎蕴藏着无穷乐趣 鲜少有孩子喜欢并愿意学习制作灯服 在灯人村 越来越少的年轻人 愿意投身到传承传统文化的事业中 灯服记忆的传承也一度面临困境 如今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灯人们慢慢开始关注这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就在几年前 本亚阿婆带了几个学徒 年轻的灯人姑娘们跟着阿婆学习着传统灯服的制作 一天本亚阿婆在自家院里教授灯服纺织技术 孩子们专心致志学习着 尽管手上还不算熟练 但孩子们眼中专注而兴奋的神情 还是让阿婆露出了安慰的笑 一方面 现代文明为灯人们带来了先进便捷的生活方式 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认地冲击了传统的灯巴文化 我们期待着有一天 灯巴文化能在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间 找到平衡融合发展 在全人类的文化史上 永远闪烁着灿烂的光芒 感谢您的观看 我mus在脏远在这里 我们期待到最后的观看